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刹门主哥哥笑道 你们都有后手 好在我罗刹门别的没有 树木之兵倒有不少 刚才进去的那些子弟 共有十四对男女 双修之后 修为便可以突破 成为真元七的巫师 不知宿新兰姐姐又留了什么后招啊 百花公主淡淡一笑 我可没有你们这般阴险 不过是给弟子们每人准备了一炉归元丹而已 只要资质不算太差 那修炼到真元七也不算太难 百花公以祭炼妖兽而闻名 但是他们的丹药同样也是极有名气 百花公主为自己的十八名弟子每人准备了一炉归元丹 修炼到真元七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 这都是一群老狐狐狸啊 暗中早就为自己的弟子在谋划打算了 柴萱宗主 你又准备了什么后招啊 几人看向鬼王宗宗主柴萱 心中颇为好奇 柴萱脸色微变 他冷笑连连 柴某的后招 岂是你们所能揣度 罗颖神色淡然 柴兄手段惊人 我等是口服心服的 柴轩哈哈大笑 心中却是大动肝活 奶奶的 这群贱人 每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居然准备了 如此多的小手段 这次我鬼王宗的弟子 只怕是要吃大亏了 可惜啊 五毒教的教主 立上阳没有亲自过来 只派来了云门山的舵主 韩东阳目光闪烁 这位夜舵主的修为 实在太低了些 恐怕此刻已经死了 五毒教可谓是全军覆没呀 其他众人也都面带微笑 心说有五毒教垫底 这次就算本教弟子死伤惨重 也不算太过丢人了 此时夜旭站在一片山谷之外 他打开梁王宋的地图 四下扫尸一眼 心中暗道 这里应该就是黑土岭了 梁王宋给夜旭的这张地图 是不知多少巫师 用性命换来的宝物 记载了他们在巫魂界的经验 标明了许多禁地 如蛟龙潭 万妖窟 火火山等地 这黑土岭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土地是黑色而得名 其中有着诸多强横的毒物 在黑土岭的中心地带 则有几只修炼到三针镜的大毒妖 就算是三针镜的巫师进来 也未必能活着出去 因此同样是被列为禁地的 妖魔好杀 毒物难防 这是巫师的基本常识 不过夜旭身怀五毒精 对于毒物倒并不畏惧 毒蛊中毒物遍地的话 可以再培养只蛊虫啊 夜旭心道 当即向蛊中走去 就在此时 他身后突然传来元气爆炸的声音 夜旭心中微动 纵身遇上一棵树 寻生望去 就见两名装扮怪异的巫师 正各自寄出雨楼 他们一边厮杀 一边向自己的方向奔来 其中一人是身着黑色乌袍的中年人 手持一面黑色大旗 高约两丈 旗面烈烈作响 另外一人则是个年轻巫师 身后背着半人高的漆黑大葫芦 葫芦嘴打开 其中咕咚咕咚冒着黑气 两人乌法都是如出一辙 清衣色用的都是鬼王宗的 鬼王欲鬼爵 不过和叶旭在姚承仙身上看到的鬼王欲鬼爵不同 这两人把鬼王都养在各自的乌兵中 这出手明显就比姚承仙要高明了不知多少倍了 两人手中乌兵已经有了几分乌宝的雏形 只见黑色大旗 黑雾滚动 在旗面上化作一条鬼王 操纵了十余个乌室生魂来回的纵横翻飞向令人杀去 而那年轻乌室身后的漆黑大葫芦 也是咕嘟咕嘟的冒着黑气 翻腾不休 形成鬼王模样 同样操纵乌室 赢了上去 这两人乌法是一模一样 而且修为也相差无几 几乎都是荣原九品 是一只脚跨入三针镜的人物 这两人应该是同门师兄弟啊 怎么逗起来了 难道两人有仇 叶旭心中好奇万分 那名年轻乌室一边抵挡一边后退 口中高声道 住师兄 咱们乃是同门 何必自相残杀呢 那中年乌室宁笑连连 催动乌法向他逼去 咱们鬼王宗的规矩 同门师兄弟 可以相互较量 胜者为凶 要怪 只怪师弟你的天赋太好 入门短短几年便险些追上我 为了免得将来我命丧你手 还是先把你除掉为尿 师兄如果再哭哭相逼 那休怪小弟无情了 那名年轻乌室也是斗出了争火 身后漆黑葫芦中 突然浓烟滚滚 在头顶化作一只灵巡大手 向中年乌室脑门抓去 中年乌室急忙晃动黑色大席 用力搅动 刚风涌动间将大手搅得粉碎 哪知那灵巡大手碎裂后 突然一道乌光从黑烟中射出 闪电般射到他元气罩前 就听波的一声 穿透元气罩直入他的胸口 他惨叫一声低头看去 却是一根半尺长短 黑油油的细针 黑菌针 那针孔周围迅速变黑 接着长出了灰白色 毛茸茸的菌班 中年乌室急忙取出一只玉瓶 倒出十几枚解毒单来 正想服下 那年轻乌室又是一只灵巡大手抓去 将他整条右臂硬生生地撕扯下来 中年乌室惨乎连连 急忙转身变逃 可是没走几步 那菌班便迅速扩散到了胸口 眨眼间整个人就像发霉了一样 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身体似乎在瞬间失去了所有水分 碎了一地 那年轻乌室来到中年乌室的尸体前 将那面黑色大旗捡起 脸上黑黑笑着 处师兄 你霸占首席弟子宝座这么多年 如今也该退位让闲了 小弟这根黑菌针 是用乌宝残片炼制的 朱师兄你能死在这枚针下 也算是福气了 中年乌室的三层龙渡饭店奇珍楼 也立刻分解 散落了一地材料 年轻乌室将东西捡起来 随后转身 看向夜续藏身的大树 突然身后葫芦 又是一道黑气飞出 向夜续方向呼啸扑去 这位师兄看了很久了吧 不如下来陪小弟玩玩 夜续纵身从树梢跳下 躲过黑气皱眉道 确师兄 我只是路过而已 无意中看到你们交手 并无恶意 年轻乌室的眼睛一亮 哈哈哈哈 原来是夜舵主 早就听说夜舵主 连毛开腹师叔也能硬生生打死 小弟自然不是夜舵主的对手 既然夜舵主没有恶意 那小弟便告辞了 他缓缓向后退去 见夜续并没有跟上来 似乎松了口气 转身便走 可就在他转身的刹那 一道黑光从他袖筒飞出 直射夜续 给我死 年轻乌室宁笑着 他似乎已经看到夜舵 被黑骏针穿胸而过的情形 宗主说过 谁若杀了你 便可传授白鬼金章禁法 这次终于便宜我了 哈哈哈哈 他笑声还没落地 突然无数刀光 从夜舵御楼中飞出 二十四把飞刀勾结城镇 呼啸着从他头顶压下 几乎在一瞬间 就斩碎他的元气罩 他在暗算夜续 殊不知夜续 同样也在暗算他 就在他转身瞬间 便已将刀跃大阵记起 闷头将他照入其中 夜续轻轻地避开 黑骏针的偷袭 脸上微笑着 蠢货 我和你鬼王宗的仇恨 无法化解 你以为我真会放过你啊 可惜那名年轻巫师 已经听不到这句话了 刀跃大阵在一瞬间 就斩碎他的元气罩 顺带将他整个人 也都搅成了肉泥 他的玉楼 烹的一声炸开 化作灵光分解 玉楼中的收藏品 也纷纷掉落在地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小说 独播天下 改编自起点 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翟珠 由追马 狐狸等主播 联合播讲 欢迎订阅 第132章 诸果林根 哇 这两件乌冰倒是不错 已经被记恋的 有几分乌宝的样子了 威力还真不用小觑啊 叶旭将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收起来 只见这两人玉楼中 收藏了许多材料 而让他最上心的 则是两人修炼的乌冰 一面大黑旗 和半人多高的黑色大葫芦 这两件乌冰中 装着他们精修的乌室魂魄 散发出一股股冰寒之气 应该是用来 瘟养乌室的金魂 有让金魂壮大的功效 如果能修炼到 三真径的真元旗 便可以投入更多炼器材料 将两件乌冰升级为乌宝 到那个时候 威力将大幅提升 不过要祭炼这两件乌宝 则需要精通鬼王宗的心法 所以对于叶旭来说 用处还不如那枚黑骏针呢 这黑骏针 蕴藏剧毒和湿气 善于破开元旗罩 一旦自破乌室的身体 便立刻毒发身亡 连荣元旗的高手 也是抵挡不住的 而且这真的体积很小 让人防不胜防 此外叶旭还收获了几支玉瓶 都是解毒丹 看来这两人此次进入乌魂界的目的 就是为了黑土岭 否则也不会预备这么多的丹药了 这两人收藏中还有几本经书 叶旭大略的翻看了一遍 记载的都是驱鬼怒魔的骇人巫法 其中包括抽取巫室魂魄的法门 极为阴毒 还有炼制百鬼番 狮魔葫芦等巫宝的法门 在他们身上也有巫魂界的地图两份 比梁王给叶旭的要更加精细 标明了许多不曾出现的地方 这些门派弟子身后 有鬼王宗这个庞然大物 自然对巫魂界的地形要更加熟悉 比梁王的地图要丰富了不少 九州地理智 叶旭翻开了最后一本经书 轻移了一声 面露异色 这本经书名叫九州地理智 记载的内容包罗万象 包括九州的各大名山大川 及许许多多的矿物分类 这些矿物都不是繁品 而是炼制巫宝所需要的材料 零零总总大约分为九大品级 以铁为例 就分了金铁 百炼金刚 玄铁 天外玄铁 万年玄铁 深谷铁金 万年铁母 金金之气 五行金器等等 叶旭所见过的材料中 如含铁是属于金铁级别 试验金铜则属于百炼金刚级别 刀跃大镇那些弯刀 则是用玄铁打造的乌冰 而星成原子金石 则属于天外玄铁级别 它还有一件鸳鸯龙凤顶 其中掺了一两多的万年玄铜 价格就更高了 级别越高的矿物 价值变越高 用来炼制巫宝 其威力也越强 如果能用五行金器炼制巫宝 就算是三针镜的巫室 也能够一举将三丹镜的强者击杀了 叶旭毕竟成为巫室的时间尚短 对巫室了解还很有限 在他看来 这本九州地理志的价值 还要远在两件巫宾之上了 有这本九州地理志 以后搜寻宝物就方便多了 叶旭又仔细地检查鬼王宗 这两名巫室所收藏的矿物 这两人都是鬼王宗的精英弟子 御楼中收藏了许多材料 不过最好的也仅仅就是玄铁 只有拳头大小 大多数材料都是金铁 或者百炼金刚级的矿物 叶旭将东西通通收起来 但他很快又意识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在乌魂线这个无法无天的地方 去各地搜寻材料探寻宝物 只怕不是最快的途径啊 最快的途径是干掉其他人 洗劫他们的财富 这是一个机遇 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干掉其他人 就相当于那些人 统统在为自己搜寻宝物和材料了 我能意识到这点 其他人肯定也能想到 这乌魂界里 必然有场龙争虎斗 无比惨烈 哎 也不知多少人要死在这里啊 不过 能和这些门派弟子交手 倒也是个锻炼的机会 叶旭继续向黑土岭的深处走去 这一路上他又发现了许多灵药 这些药材 有些是炼制兽化丹用的毒花毒草 而有些却蕴含灵气 可以用来炼制增加修为的丹药 这些灵草往往都有毒物在旁边看守 也许便曾遇到 一株回春草旁边 那枯草烂泥中 居然盘踞着一头 三四米长短的巨型油盐 在他预采药时 这头巨型油盐 突然从地底窜出 向他扑过去 这头油盐已经修炼成腰了 周身坚硬无比 凶恶异常 叶旭使出刀跃大阵 也未能将他一举击杀 最后是灵机一动 祭出了神木网顶 这头巨型油盐 这才乖乖被收入顶中 安分下来 这一路上 叶旭再遇到灵药时 往往就先祭出神木网顶 将潜伏在附近的毒物 收入顶中 黑土岭上毒物是极多的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是一片境地 要想寻遍黑土岭这片地 必须要竭尽全力 而且还得拥有解毒丹 这种丹药 即便如此 也不可能像叶旭这般轻松的 但是拥有神木网顶 这重重危险的黑土岭 对于叶旭来说 那就是一片坦途 遍地是宝 而且随他采摘 叶旭获得五毒精 只认得毒花毒草的种类 对于灵草灵药 却是一窍不通的 但是 遇到不认识的药材 他就通通采下 收入育楼 先种下来 这些灵药我不认得 熊皮很可能就认得 而且还能懂怎么种啊 叶旭又收走了一头青色巨蝎 采下一株一品红 他还没走到黑土岭中央 便已经采集了数十种灵药了 等我回去之后 那头黑熊可有的忙了 叶旭的心下好奇 这里灵药实在太多了 没走多远就能碰到一株 出现这种情况 那只能说明 这里曾经是一片灵田 叶旭的心中不由骇然 这黑土岭 占地约有数千亩 这岂不是说 巫魂界的主人 曾经在这里 开辟出了数千亩的灵田 用来种植药材吗 这还真是一个恐怖的大手笔 几乎就等同于百花宫 一整个门派的灵田数量了 其药材产量 必然也是极为惊人的 绝对是天文数字 叶旭渐行渐远 逐渐走到黑土岭的中心地带 到这里 药材已经没有普通药材了 十之八九 都是叶旭所不认得的 所有出现在这里的灵药 都是罕见的真品 价值无可估量 这也是百花宫 罗刹门等五个门派 对巫魂界 趋之若鹜的原因所在了 如果能采到巫魂界中的 真品灵药 再加以培养 必然是一笔 不可多得的财富 与此同时 有两名巫士连妹 也走入了黑土岭 他们四下搜寻 只碰到寥寥几株灵药 这两人身穿星袍 漆黑的衣袍上 绣着一颗雪白的星辰 实力极为强劲 他们杀起森然 守护灵药的毒物 在两人联手下 几个照面便被乌法轰杀了 陈师兄 这里灵药如此稀少 难道已经有人 先咱们一步进入黑土岭了 一个又矮又黑的巫士 疑惑地说道 另外一名巫士 名叫陈伯 乃是七煞公的弟子 他皱眉道 怎么可能有人比咱们快呢 这里也没有战斗痕迹啊 哎呀 多半是这里的灵药 已经被上次进来的巫士采走了 咱们继续搜 两人又走出三四里地 依旧没有多少收获 心中不经纳闷 巫魂界其他地方的宝物 早就被前几次进来的巫士搜刮干净了 即便有宝物价值也不高 想要有大收获 就必须进入禁地中 这黑土岭就是一处禁地呀 毒物极多 不过咱们走了这么久 咱们反而只见到几只毒物 难道说 真有人比咱们先到了一步 嗯 前面有人 陈伯突然看到地上有新鲜泥土 正是夜叙之前采摘灵药 翻开泥土所留下的痕迹 陈伯的脸色顿时已阴 看来的确有人 先咱们一步进入黑土岭的深处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小说 独换天下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翟珠 由追马 狐狸等主播联合播讲 欢迎订阅 第211章 没这实力了 赵宝 有把握吗 周世文看着逼来的火云 一条条火煞形成的火蛇 在云中传动 跃跃欲试 顾言之大翻白眼 收取这面大旗 想都别想 现在还是先保命要紧 他沉声道 三位师弟不要惊慌 维兄炼制了许多蛊虫 多半能杀出一条血路 冲出这个大阵 不过 维兄多年炼制的蛊虫 多半都要被雷火烧死了 哦 师兄 咱们冲出去做什么呀 周世文好奇道 我是问少保有没有把握 破开这个阵法 收走那旗子 顾言之再也忍不住了 他怒声咆哮 你们三个小混蛋 你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吗 这座炎阳烈火大阵 别说我了 就算夏侯长那等强者 也不敢闯 维兄闯进来 多半是有把握 旁边方尘淡淡道 火云逼近 一条条长达树杖的火蛇 从云中抬起头来 向四人喷出一道道烈火 来不及都说了 咱们先闯出去 然后我再跟你们三个混蛋算账 顾言之头顶浩月浮现 一只只蛊虫密密麻麻的 在浩月中穿梭来去 他正要忍痛驱使蛊虫 冲出一条道路 就听旁边叶旭笑道 师兄 不用这么麻烦 就见叶旭取出炎阳葫芦 将那葫芦寄起 顿须一股犀利 从葫芦里传出 如同鲸吞长虹 将身前这些火云 连同火煞一起 统统收进了葫芦里 这颗炎阳葫芦 足足能容纳七条火龙 喷出不知多少年的炎阳雷火 收下这些雷火 根本就不在话下 叶旭继续催动葫芦 将这大阵中的雷火 清扫一空 然后沉声道 黄兄 周兄 我已破开炎阳烈火大阵 你们赶紧对付那旗子 顾炎之在旁边 看得目瞪口呆 听到这话 立刻暴跳如雷 方师弟 周师弟 别去 这小混蛋让你们送死呢 阵法虽破 但那毕竟是阵教级的武宝 你 他话还没说完 周世文和方臣 就已经冲天而起 直奔炎阳烈火大旗而去 就听得呼的一声 方臣祭祭御楼 楼中一面血迹斑斑的大旗展开 烈烈作响 远远就能闻到一股铁锈味 两人真园立刻冲入大旗 合力将那铁血战旗祭起 顿时旗面招展 足有数百米大小 奋力向炎阳烈火大旗卷去 这两件阵教级武宝遭遇 空气顿时剧烈抖动起来 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阵的夜旭等人 都是气血斑腾 炎阳烈火大旗 毕竟只是阵眼 没有人主持 而铁血战旗 则由周世文和方臣祭起 勉强能够发挥出威能 顿时就将烈火大旗的威能 给压制下来 而与此同时 夜旭祭起炎阳葫芦 不断吸收烈火旗上 散发出的炎阳雷火和火煞 让它的威能完全发挥不出来 烈火大旗在阵法中上下翻飞 躲避铁血战旗 周方两人则是紧随其后 不断催动铁血战旗 接二连三地向烈火战旗卷去 有炎阳葫芦在 就完全能够保他们的安全 他们根本不用担心炎阳雷火 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烈火大旗在他们的攻击下 越变越小 却是已然被铁血战旗 完全压制住了威力 过得片刻 那面方圆数百米的烈火大旗 被镇压到足有一尺大小 此刻周世文寄出自己的御楼 向下召去 将那面烈火旗旗 收入到自己的御楼中 炎阳烈火大旗被他们两人收了 这片烈火大阵顿时不攻自破 彻底瓦解 顾言之在旁边早就看呆了 直到两人将炎阳烈火大人收起 这才回过神来 不禁是泪流满面 难难道 这 这么轻松就 就收了一件阵教级物宝 难道 难道我已经过时了吗 两人回到叶旭身边 周世文兴冲冲地说 少宝 再去对付其他旌旗呀 最少咱哥四个得一人一剑呢 顾言之连忙道 师弟 得此一件足矣 这次有着葫芦能对付雷火 下次可没这么轻松的 叶旭目光闪动 笑道 对 师兄说的没错 最多再收一面大旗 我就无力为继了 做人嘛 不能贪得无厌 听叶旭说再收一面 顾言之不得不感慨 这世界变化太快 自己有些跟不上了 当初在青州 叶旭虽然是大出风头 但在他面前 最多就是个顽皮的孩子 而现如今 叶旭的名头 比他还响亮了 屁股后面 跟着一堆的追杀者 随便拉出一人 都比他还强横 而叶旭身上 更是各种宝贝层出不穷 明明是死地绝境 他偏偏都能绝处逢生 甚至大有收获 让人不得不服啊 而周世文与方辰两人 跟在顾言之身边时 也是老老实实 对他言听计从 但自从见到叶旭后 这俩人简直是胆大包天 什么事都敢做 甚至屡屡让他吃惊不已 我老了 一定是我老了 顾言之怅然叹息 自言自语 其实 在顾言之的心里 一直都把叶旭 周世文和方辰三人 当成在青州时 那三个需要他照顾的小师弟 而忽视了这些年 他们的成长 再遇到叶旭 这种反差便显现无遗 让他倍感失落 叶旭三人直扑下一个大阵 主持那面大阵的是一面 清风明月旗 这面大旗旗面上 是一幅明月照山河的图案 微能展开一轮明月当空照耀 到处都是狂风煞气 激流奔涌 狂风吹过 能将一名混元气高手撕成碎片 甚至连乌宝都吹得粉碎 威力虽然有些比不上 炎阳烈火大旗 但在七十二面大旗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顾言之紧跟三人 他打定主意 这次什么话也不说 任由他们出手 自从遇到夜市底 我屡次说错话 屡次出丑 师兄的面子都快丢光了 这什么也不干呢 说不定还能保留些师兄的脸面呢 顾言之心中暗道 就听刷的一声 夜去头顶 浮现出一株古朴大树 这大树郁郁葱葱 带着四人静止闯入这座阵法中 直奔得清风明月大旗而去 所到之处狂风平息 风煞也没了丝毫威力 如履平地一般 方程和周世文两人 记起铁血战旗 直接向清风明月旗卷去 这一面大旗却极为狡猾 随风而走 不与铁血战旗应拼 这一面大旗 明月当空高照 驾驭狂风 周身藏在风煞中 四处游走 就如同一条身体扁平的大鱼 划不留守 夜叙等人穷追猛感 却始终是追不上他 最终还是顾炎之出手 和周世文方程两人 合力记起铁血战旗 顿时将这铁血战旗的威能 提升了一倍 覆盖面积也提升了贝鱼 变成足足方圆 五百米的大旗 远远看去如一块铁木一般 有了顾炎之的加入 清风明月旗 顿时无处顿行 直接被三人镇压 缩成一面不足一尺的小旗 被方程收入到御楼中 此时顾炎之才终于找回自己的地位 心中激动难以自持 哎 好歹我也不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师兄啊 总算还有些面子 哎 我是少保 不如咱们一股作气 把这七少年级全收了吧 周世文的眼中闪烁着贪婪的金光 方程也颇为心动 即便是顾炎之再听到这话 也是太阳穴砰砰乱跳 若把这七十二面金旗通通收了 五毒教便拥有了七十二件镇教级武宝 足以一跃成为名门大派 而不是一个中流门派了 叶旭却摇了头 除这两面旗子 其他的咱没这实力啊 三人顿时叹了口气 都知道叶旭说的是大实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小说 独库天下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宅珠 由追马 狐狸等主播联合播讲 欢迎订阅 第二百一十四章 千山清殿图 叶旭等人冲出那座青铜大殿 只见不知多少巫师 蜂拥着从其他大殿中飞出 密密麻麻 足有近千人 这是宝魂界突然出现在西荒大漠 将在西荒大漠中历练的巫师 全都吸引了过来 甚至其中还有不少人 周身弥漫着浓郁的妖气 显然是一头头 在大漠中修炼已久的大妖 这些人停留在半空中 纷纷向六座大殿看去 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顾言之也打算停下观望 也许沉声道 这里即将发生大变故了 师兄 咱们快走 顾言之不敢怠慢 当即带着三人直冲云霄 终于冲出了宝魂界的范围 随后展开清风明月大旗 将大漠上空的刚风煞起逼退 四人立于其面上向下看去 就见不知多少巫师 从宝魂界中飞出 就如同蝗虫一般 各种气息浮动 心中不经骇然 宝魂界出现这段时间 来此地寻宝的人越来越多了 其中单顶其强者也不在少数 六座大殿中 突然放出无穷量的光芒 光芒扩散如水流一般 向着整个宝魂界笼罩而去 也许注意到 这个广阔千里的宝魂界 百余座山头 突然变得扁平起来 如同一张博纸 不只是那些大山 甚至连宝魂界中 那些还未来得及逃走的巫师 身躯也在一瞬间 变得又扁又平 而那些人影 却又栩栩如生 都在挣扎着向外逃去 光芒扩散范围越来越广 终于将整个宝魂界完全罩住 宝魂界中的所有人 在这一刻全部被定格 有人抬头向上 做出飞翔的姿态 有人嫁于无宝 面色焦急 有人面色猙獰 咬牙切齿 有人张大嘴巴 做怒喝状 姿态千奇百怪 应有尽有 这个极为广阔的宝魂界 变得越来越扁 画为了一张笼罩千里的画卷 而那些不及逃走的巫师 则都变成了画中人 甚至连带他们的巫宝 御楼 宝塔 以及他们试图破开宝魂界 而发出的巫法 在这刻全被定格 变为了画中之物 千姿百胎 千里江山如画 这颗宝魂界终于回归 他的粉蓝面目 画作了一张广阔千里的画卷 这张画卷迅速缩小 最终变到三四米大小 卷轴卷起 缩为一根两尺左右的画轴 静静地漂浮在空中 这张画卷上会有千里江山 其实确实将千里江山 练画之后 融入到巫宝中的 度量之大 手笔之大 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境地 这画卷没激活时 就是一个广阔千里的宝魂界 任何人可以自由进出 可激活之后 就立刻还原为一幅 壮丽的山河图 不及逃离的巫师们 则都变成了画中风景 人物从而被定格在了画里 这些画中人 是生是死 谁也说不清楚 他们是否还有呼吸 还有思维 画中世界与外面世界究竟有什么不同 这些没有人能回答 逃出的巫室也有两三百人 此刻众人面面相觑 有人心有余悸 有人却在低声哀哭 不是被吓到 就是有亲人变成了画中风景 顾言之等人都是毛骨悚然 倒吸了好几口凉气 如果不是叶旭说必须赶紧离开 只怕这时他们也会变成画中之人的 还好咱们走得快 不过夏侯长便没这么好运了 他打算击杀激活这张画卷的人 冲到其他大殿去了 估计现在也被钉在画中了 叶旭笑道 夏侯长心狠手辣 又善于伪装 但他野心太大了 这才落得如此的下场 周世文目光闪烁 死死盯住那张画卷 他舔着大嘴唇 我说少宝 激活卷主那人没有出来 是不是 也被封印在画里了呀 几人对视一眼 方尘眼中也露出了狂热之色 这种宝物可遇而不可求 如果能够得手 足以横行一时 也许也是怦然心动 像这种绝世重宝 说不动心是假的 不过 此地有数百人虎视眈眈 他们想在众目睽睽下 获得这件巫宝 可谓是难如登天的 内卷画轴就这么静静地 飘浮在空中 突然画轴中 一个细小人影飞出 小如蚂蚁一般 飞出画轴时 身体便恢复正常 却是一名形容庄严的老者 这名老者身穿青袍 头顶上一枚圆丹 起起伏伏 他面带微笑 微微招手 那幅画卷便落在他的手中 是天池派的宗主曹旭阳 有一名正道巫师 立刻认出老者 失声道 原来是教主级的强者 亲自出手 难怪能将这幅画卷激活 曹教主一定从画卷中 获得不少好处啊 这次天池派可要发达了 天池派 是大汉的一个中型门派 这个门派建立在 长白天池一带 以天池命名地域偏远 谁也不曾想到 天池派教主 居然会出现在西荒大漠中 曹旭阳轻抚画轴 心中喜不自胜 却在此时 只见一轮大府从天而降 向他头顶笔直披落 这道府光大气磅礴 仿佛有着千军碧役之势 府面足有数百米大小 府光还未落下 强烈的风压 便已将大漠批出了一道深不见底 长达千米的沟渠 离曹旭阳不远的十几名巫士 突然身躯平平裂开 却是被无形的气流 给切做两半 叶旭注意到 那十几个被批做两半的巫士中 甚至有一名是单顶七强者 这是教主级强者的偷袭 远在百余里之外 便寄起无宝 打算将曹旭阳袭杀 抢夺画卷 是开阳宗赵无极赵兄吗 曹旭阳微微冷笑 看着这轮大府落下 眼也不眨 直接将画卷展开 手中壮丽的山河 从画中跃出 这轮大府投入山河中 顿时如泥牛入海 消失不见了 随后又是三件镇教级武宝 从远处袭杀而来 卷动方圆百里的天地元气 显然此地已经来了 不少教主级强者 因为慢了一步 被曹旭阳将画轴收走 他们心有不甘 这才出手争夺 我的天哪 英福派 武台宗 古全门的门主教主 居然都出手了 有人认出这三件镇教级武宝的来历 不禁师生惊呼起来 这三件武宝来势汹汹 远远杀来 天地一片混乱 甚至连高空中的刚风煞气 也都被劈开 眼见三件武宝杀到 曹旭阳再次记起画轴 将这三件镇教级武宝 统统收走 他长声大笑 哈哈哈哈 几位师兄何必藏头鹿尾 如果想抢夺曹某这件宝物 大可光明正大的出手嘛 他面带杀气 心中豪情油然而生 如今我得这幅画轴 引来你们觊觎 看来曹某不得不大开杀戒了 以你们这些门主教主的血 来记记曹某这件污宝 说话间曹旭阳记起画轴 只见画轴展开 漂浮在他头顶 画卷中无数山头浮动 嗡嗡作响 突然一座接着一座 跃出画面浮现在半空中 巨大威能 让众人修为全都没了用处 一时间都被压得缩回体内 一名名巫师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即便是叶旭四人 有镇教级物保护体 也同样被压得从高空摔下 吴师兄 这里即将变成教主级强者的战场 咱们快走 叶旭沉声说着 立刻撒腿向远处狂奔而去 顾言之周世文和方臣 也是恍然醒悟 立刻撒腿就跑 其他巫师也都纷纷向四面逃窜 没有一个人胆敢停留在此地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小说 独户天下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翟珠 由追马狐狸等主播联合播讲 欢迎订阅 第135章 惊天宝藏 这个铜颅骨的外形 如同一口巨大铜颅 就好像有只无比庞大的铜颅 从高空坠下 将这片山巒 砸出了一个铜颅的印记 如果是从前 别人告诉叶旭 铜颅骨 是用铜颅砸出来的地方 它肯定是嗤之以鼻 而如今它眼气渐宽 知道世间绝对有如此庞大的物宝 要砸出铜颅骨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地形图上 铜颅骨标明了一个气字 这什么意思 叶旭翻来覆去 将地形图看了几遍 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当即不再理会 直奔铜颅骨 它尚未接近铜颅骨 就远远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传来 有着叮叮咚咚的脆鸣声 有波浪澎湖声 有轰隆隆的雷鸣声 有鸟儿清脆的叫声 又有金铁交机的鸣响 种种声音都混杂在了一起 等到叶旭来到铜颅骨 这才知道为什么地形图上 这铜颅骨上标明了一个气字 看得叶旭 蒸蒸地呆愣了半晌 就见这铜颅骨里 无数的乌冰乌宝 在骨中上下翻飞 互相交集碰撞 有的形如刀 有的撞如剑 也有弓弩剑士 棍棒格脊 各种各样的武器是应有尽有 这些乌冰乌宝 就像被一股莫名力量操纵 在铜颅骨中互相魔力淬炼 借用对方的锋利和威能 把自己磨练得更加出色 成千上万的乌冰乌宝 已经淬炼了不知多久 这种场面 也许是想都未曾想到过 他注意到 这片山谷中 尚有不少矿物堆在谷底 不时有刀剑从矿物上划过 渐渐地 也有不少矿物 被打造成了骑兵一宝的形状 等到矿物被打造定型 便会突然飞起 冲入到冲撞交集中 来磨砺自身 这 这就是个巨大的宝库啊 这随便一件乌冰 质地也远超我那刀跃大阵了 也许眼都看直了 师生说道 乌魂界的主人 已经死去不知多久 他留下这片铜颅骨 却依然还在锻造乌冰乌宝 自动将许多矿物都打造成型 这种手段简直是闻所未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才能练到这种境界 也许心中不禁悠然神往 突然 就在那万千宝物中 一只巨大古朴的铜顶 横冲直撞 散发出恐怖的威能 铜顶所过之处 所有乌冰都被撞得粉碎 甚至连一座 已经淬炼成乌宝的宝塔 也被撞得裂成两段 跌落在地上 就听得咣当一声 一口七彩琉璃钟 斜斜飞来 与铜顶相撞 顿时爆出七彩光芒 四下散去 将周围的无数乌冰 都震得粉碎 这口七彩琉璃钟 却未受损伤 反倒色彩更加鲜艳 显然也是一件 了不得的乌宝 不仅如此 谷中还有着不少 威能强大的乌宝 威力丝毫不逊色于 那口铜顶和七彩琉璃钟 在谷中横冲直撞着 如此多的乌宝和乌冰 将铜颅骨打造成一个 杀鸡四伏的地方 这些乌冰乌宝 行动去无定所 随时可能向入侵者撞去 可谓是危险重重 比那黑土岭还要更胜 不过 此地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也许毫不怀疑 如果百花公主 罗刹门主 能够进入乌魂界 看到如此丰厚的宝藏 肯定会大打出手 为这片山谷 拼个你死我活的 这里的宝藏 足以让任何一个 教主及强者 所眼红了 夜叙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我原来以为百花公 就负得流油了 现在看到铜颅骨 这才知道 原来百花公就是个乞丐啊 而我云门山 就是乞丐中的乞丐 真想把这座铜颅骨 全搬到我云门山去 可惜我怎么就没有 移山填海的神通呢 突然 夜叙注意到 山谷中 居然已经有人进入了 在铜颅骨的外围 那些人正在试图收取乌兵 而且不止一波人马 最靠近铜颅骨中央的 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都是白衣圣雪 男的风神俊朗 女的白沙蒙面身段 婀娜多姿 俨然是一对弊人 他们的实力也是极为高深 夜叙看出 这两人居然已经炼出真火 显然是三真镜 真元七的巫师 他们联手收取乌兵 短短片刻便收走了几件 这两人应该都是罗刹门弟子 而让夜叙奇怪的是 这两人居然都是真元七的巫师 以能炼甲为真 将元七炼化为真元了 显然这两人 在进入乌魂界之前 还是三元镜的巫师 但进入乌魂界之后 没过多久便成功突破 进入三真镜 成为了真元七的高手 罗刹门究竟有什么手段 居然这么短时间内 就能让两名弟子 修为大大提升 这些魔道门派底 还真是深厚 果真不能小觑啊 在外围还有两拨人 其中一拨 却是两名身着红衣的 百花公弟子 他们祭出两只异兽 也在收取乌兵 另外一拨人 却有十四名巫师 他们身上冒着森森鬼气 动作僵硬 伸手向乌兵抓去 被乌兵砍得遍体鳞伤 也是不皱眉头 叶旭心念一动 顿时知道 这些巫师的来历了 哦 原来是鬼王宗的师兵 这种师兵 是用巫师的尸体炼制的 与巫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 那鬼王宗的弟子 究竟在哪呢 叶旭没有找到 鬼王宗弟子的方位 却见那名罗刹门的女弟子 和那名男巫师 已经闯入到铜颅骨中心 两人的真元化作大手 齐齐向内口七彩琉璃钟抓去 就听得光的一声 七彩琉璃钟发出了一声钟响 将两只真元大手震碎 一道七彩霞光 从中内冲出 向两人轻轻一扫 便将两人射入中内 过得片刻 就见一堆骨头渣子 从中内掉落下来 夜叙不由的毛骨悚然 两名真元妻的巫师 竟然一个回合 就被七彩琉璃钟给练死了 连联手的余地都没有啊 夜叙心中同时又十分兴奋 这口七彩琉璃钟 没人计练就这么厉害 凭借自身为能 就能轻易将真元妻的巫师给练死 绝对是难得的巫宝啊 这铜颅骨的巫宝 微能肯定远远超过普通巫宝 值得冒险 人在巨大的利益前 往往容易铤而走险 夜叙也并不例外 铜颅骨的巫宝价值连城 即便得不到巫宝 能获得几件巫兵 也是极为珍贵的 这让夜叙心甘情愿去冒险 在这铜颅骨里 根本不可能安静地服用诸果 变化要力 这里绝对是进入巫魂界的巫师必争之地 很快就会聚集更多人 掀下守卫墙 把能收走的巫宾巫宝 统统收走再说 想到这里 夜叙迈开脚步 静止走入谷中 铜颅骨外围的巫宾 倒并不如何密集 不过还是巫宾 感受到了夜叙的气息 就听叮叮两声 两道橘红色光芒 相互撞击 飞速向夜叙飞来 夜叙的心念一动 两条蓝色蛟龙昂首怒吼 从丹田中冲出 咔嚓一声 将两道橘红色光芒咬住 却是听得痴的一声 那两道橘红色光芒 微抖动 竟将夜叙的元气蛟龙 给频频切开 继续向夜叙斩去 夜叙的心中微惊 铜颅骨的乌冰 质地要远超他的想象 他的青椒酒机威力极强 连普通乌冰都能轻易捏碎 没想到竟不是这两把乌冰的对手 他长生而起 双手化作龙爪 刺破长空 直接将两道橘红色光芒抓在手里 两道光芒顿时剧烈抖动 震得夜叙手上鳞片 一片片爆开 过得片刻 两道光芒逐渐地安分下来 却是两把燕子形的奇异乌冰 通体橘红色 游自不时地震动一下 似乎要逃出夜叙的掌控 锻造这两把血眼刀的材料 居然是火晶玄晶 好东西 真是好东西啊 夜叙之前看了九州地理志 立刻认出这两件乌冰的材料 是由一整块火晶玄晶切割而成 淬炼已久 比之普通乌冰要出色多了 顿时心中大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 独富天下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翟珠 由追马 狐狸等主播 联合播讲 欢迎订阅 第136章 弱肉强食 火晶玄晶是玄铁机材料 很是难得 也许当即将两件乌冰送到御楼中 御楼截断血验刀与铜颅骨的感应 这两把乌冰顿时丧失飞行能力 老老实实地待在了御楼里 叶絮低头看向手掌 就见掌心两道血痕 却是刚才抓向那两把乌冰石 被血验刀割伤的 伤势极浅 紧紧刺破了皮肤 不过 这还是第一次 有乌冰能破开叶絮手上的防御 他心中不惊凌然 这还只是铜颅骨的外围 乌冰就已经如此厉害 如果深入到骨中 岂不是更加厉害 一直以来 叶絮的双手都是防御最强的地方 可以硬扛乌冰 他也同样这么认为 尤其是最近修为大增 让叶絮更加觉得 除了乌宝 自己几乎可以无视一切乌冰了 现在看来 他那想法多少是有些可笑的 乌冰也是有高下之分的 我的九转员工还不是无敌的 必须小心为上 叶絮虽然如此响 但他出手却更加强横 依旧是空手抓取向他展来的乌冰 每次出手都没落空 小半个时辰过去 就已经被叶絮收走了三十来件乌冰了 随时间推移 叶絮逐渐向铜颅骨的腹地靠去 乌冰的威力也越来越强 渐渐接近了百花宫的两名弟子 与鬼王宗那个隐藏在暗处的巫室 这两拨人也都在向铜颅骨的腹地靠拢 互相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突然吃了一声 一把乌冰袭来 险些将叶絮手指切断 叶絮心中大惊 脸上却不动声色 这次他居然没有将那乌冰抓住 而是让他溜走了 这把乌冰是饼立剑 剑饼是一只展翅高飞的云雀 剑身上寒光闪闪 光滑如镜即可照人 那把剑在空中与另把乌冰遭遇 擦出一连串的火花 剑饼上的云雀脆声凝叫 张口喷出一团团烈火 断烧剑身 随即向叶絮投如刺去 这把云雀剑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乌冰了 而已经有了几分乌宝的雏形 威力远比外围那些乌冰要更加强横 云雀剑凌孔此来 杀气浓郁 远远的叶絮就被击得寒毛倒数 这把剑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来到身前 剑芒暴涨 意图从叶絮的脑袋中心穿过 叶絮冷哼一声 挥手一卷 突然一座一人来高的铜顶出现在他手中 顶口向外在他元气催动下 滴溜溜地转动起来 这口铜顶 正是叶絮在聚宝斋买下的鸳鸯龙凤顶 这乃是三丹镜单顶期的乌道高手 所祭练的乌宝 其中参加了一两种的万年玄童 此刻虽然从乌宝掉落为乌冰 但是也非同小可 那云雀剑钉的一声撞入顶中 在顶中横冲直撞 发出当当的脆响 叶絮心念一动 直接将这把云雀剑 送到自己的御楼中 随即又祭出鸳鸯龙凤顶 向另把乌冰召去 却鸳鸯龙凤顶的距地极佳 又是三丹镜的乌道高手 所祭练的丹顶 乌冰及宝物根本就没法损伤他 因此夜叙出手变得更加死无忌惮 看中哪件乌冰 抖手便将龙凤顶祭出 直接收入顶中 夜叙收取乌冰的速度 比在铜鲁谷外时 要变得更快 更加顺手 没过多久 附近的乌冰就已经被他搜刮一空了 等我修炼到三真镜 就将这些乌冰重铸 打造一件属于我自己的乌宝 铜鲁谷中其他人 都在聚精会神地对付乌冰呢 没有人注意到夜叙 如果他们发现 夜叙居然收取乌冰如此轻松 只怕会惊得眼珠都掉出来 突然 那十五具尸兵 将百花宫的两名女弟子 团团围住 痛下杀手 这十五具乌冰 乃是由乌室的尸体炼制而成的 他们纷纷记起乌冰 向那两名红衣少女杀去 顿时两名红衣少女就显向还生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而这十五具尸兵所操纵的乌冰 正是在铜鲁谷中所得 这几乎就相当于十五名乌室联手的威力 不是两名红衣少女所能对付的 叶旭看在眼里 暗自摇头 乌魂界就是这样 弱肉强食 只有心底刚硬 心如磐石的人 才能在这里活得如鱼得水 如果心肠柔弱 极有可能会死在实力不如自己的人手中 这两名百花宫的女弟子性情柔弱 看到鬼王宗弟子的尸兵接近他们 也并没放在心上 不加防备 直到被尸兵合围 陷入了万劫不复的险境 这个鬼王宗弟子是个高手啊 比我在黑土岭上见到那俩人要厉害多了 叶旭看了一眼 便知道这两名百花宫弟子 不是那个鬼王宗弟子的对手 突然其中一名少女高声呼救 叶师叔 快救救人家 叶旭微微一争 这个声音听来极为耳熟 急忙抬头看去 就见那两名少女居然是长得一模一样 呼如扬之 冰雪可人 带着几分娇憨之气 竟然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两人唯一不同之处 只是一个左脸颊有酒窝 一个右脸颊有酒窝 呦 原来是殷月儿 这鸭得曾经去云门山既有去摆花宫的 算是故事了 叶旭顿时想起来 当初这个少女打算与她同成一鹤 很是纯真的一个女孩子 不过叶旭现在也分不出 这两个女孩谁是殷月儿 哎呀 既然是熟人 那就顺手搭救一下吧 不过 殷月儿不是寄练了一头白鹤吗 怎么没见她寄出来呢 那头白鹤修炼到真元气了 修为和熊皮相差无几 如果寄出白鹤 也不至于如此狼狈啊 叶旭想到这里 当即大步向阴月儿走去 她却不知道 在乌魂界的规则前 三针镜的妖兽也是无法进入的 否则同样会被抹杀 因此两人只能选择了两条 熔缘期的蛇妖 实力因此大减 这群士兵中突然传出一个阴瑟瑟的声音 飘忽不定 冷笑道 叶多竹 你虽然杀了我鬼王宗的毛师叔 但我鬼童子不愿与你动手 我并非怕了你 而是这是我与百花公弟子之间的事 希望你不要插手 否则也休怪我无情 叶旭哈哈大笑 在竹魂界弱肉强食胜者为王 你不愿意跟我动手 我偏想杀你 抢夺你的财物 哼 不知死活 那鬼童子怒哼一声 当即有八名士兵抛开鹰院两人 齐齐寄出兵向叶旭杀去 这些乌兵通通都是鬼童子 在铜颅骨所得 远胜普通乌兵 即便以叶旭的九转员弓 也不敢硬扛 此刻八件乌兵齐齐杀到 叶旭怒哼一声 挥袖卷起鸳鸯龙凤顶 直接迎上 那八件乌兵轰然冲入顶口 将这口大顶撞飞出了数百米 几乎要冲出铜颅骨 叶旭心念一动 御楼追上鸳鸯龙凤顶 直接压下 顿时将这大顶 连同八件乌兵 统统都收入了御楼中 隐藏在暗处的鬼童子 根本没料到这个变化 大惊失色下 又是一阵肉疼 他尚未反应过来 八件乌兵便已然一手 统统变成对方的囊中之物了 叶旭开口抱贺 向前迈出一步 这一步直接跨出了三十米距离 员工运转身体立刻干枯如瘦竹 五指张开 手掌大如波挤 闯入尸群中 一通的横冲直撞 叶旭随手拍落 就见那尸兵在他一掌之下 顿时骨骼尽碎 烂成一团 地上还顺便被拍出了一个近两米的巴掌印来 剩下的七名乌兵陡然抱起 各自使出无法 咔嚓一声将叶旭的元气罩搅得粉碎 无法重重地积在叶旭的背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 独播天下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翟珠 由追马 狐狸等主播联合播讲 欢迎订阅 第215章 敲三年 教主及强者 即便不动用武宝 也能轻易将叶旭他们抹杀 更何况此刻西荒大漠 也不知来了多少高人 都隐溺于暗处 寄于那张画卷 此地绝对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 留下来只会被殃及持余 哈哈哈哈 黄头小儿真是狂妄 得了西荒流传下的千山青殿图 便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可笑 可笑 空中突然传来一个浩大的声音 只见天地顿时变得血红一片 就听刷的一声 一条长达数百里的大河 陡然出现在空中 呈南北走向 而一座宫殿漂浮在河面上 从北方而来 宫殿外一个赤发大汉敞开衣衫 站在河上 他头顶浮现一口巨大铜钟 赫然便是大眼神中 无数符文在铜中表面流转 如同上下翻飞的蝴蝶 这口大眼神中已经被赤发大汉 不知记恋了多少重 和叶旭得到的那口大眼神中 有着天壤之别 气势之恐怖已经和那位抽走 数十座大山精气的老者 不相上下了 明和教主 曹旭阳脸色微变 眼角肌肉不禁剧烈跳动 他心中忐忑不安 明和教是秦国北方教派 实力强大 远在普通的中小型门派之上 尤其是这明和教主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远非曹旭阳所能揣夺 像这种大派教主 多半都已修炼到了 圆胎期的巅峰 彻底练成圆胎 甚至可能已经开始 用天地酒煞来淬炼圆 向纯阳进转化了 曹旭阳的目光 落回到千山清殿图上 他胆气顿时一壮 大笑道 明和教主 别人怕你 曹某不怕 如今我得着千山清殿图 你明和教 我也覆首可灭 曹旭阳的话音未落 就见赤发大汉冷笑一声 大眼神中 咚的一声巨响 千山清殿图顿时剧烈抖动 一座座山巒变幻 将大眼神中 微能抵消 这幅画卷 是曾经统治这片世界的霸主 西皇所练 虽然已经废弃 遗失了不知多少年 依旧是顶尖的乌宝 千山清殿图 虽能抵挡大眼神中 微能 但是曹旭阳 却抵挡不住 这位天池教派的教主 木然呆在原地 身躯突然炸开 被神中震得 化作最小的粒子 随风吹散了 远处夜去等人 已经狂奔出了数十里 那钟声传来 依旧让不少人身体炸裂 变作血物 夜叙的面如金指 继续向前狂奔 他的修为低 大眼神中的终身 对他来说 作用最大 若非是他的肉身 已经炼得足够强横了 只怕也会被震得 粉身碎骨 那神中余韵不绝 不断传来 又有数人 被震得暴体而亡 夜叙嘴角也被震得 溢出了鲜血 像这样的神中 终身甚至可能 萦绕数月之久 不断摧毁一切生命 将大漠变成一片死地 夜师弟 快使用数化丹 顿地逃走 顾言之远远高呼一声 和周世文方尘两人 齐齐化作球游 钻入地下 消失不见了 夜叙眨着眼睛 顿时一脸苦笑 我去 我在宝魂计 把球单用光了 早知道少抢些巫师了 这种强者交手 其他人别说 没有插手的余地了 甚至连观战的资格 都没有 逃不出乌宝的杀伤范围 就会送命 等我把大眼神中 验到四十九重 我去你拧河 就要敲三年 那钟声余韵不断传来 萦绕不绝 朕得夜叙苦不堪言 他恶狠狠地想着 那赤发大汉 轻易将曹雪阳干掉 面带微笑 记起大眼神中 打算将千山青殿图收下 西皇已经死了 不知多少年了 这幅千山青殿图 至今仍有如此威力 看来上古皇者 的确不能小觑啊 他刚将千山青殿图 收入神中 脸色突然巨变 就见一口大顶虚影 从远方及时而来 轰然撞在大眼神中上 大眼神中顿时四分五裂 碎片四散飞去 啊 这是 下家天顶的虚影 击碎大眼神中的 那口大顶 并非真身 不过是下家 九顶中 天顶的虚影 这不知 从何而来的天顶虚影 居然轻易就击碎了 大眼神中 赤发大汗见状 面如土色 急忙纵身跃回宫殿中 明河奔流 眨眼间就飞得无影无踪了 夜叙狂奔良久 终于那钟声越来越小 他刚松口气 突然一庞然大雾 从天而降 轰然落在夜叙跟前 却是一块小山般大小的 铜中碎片 这大眼神中碎片极其巨大 如同一面高七八米 长三十米的铜墙 横跟在夜叙身前 嗡嗡响个不停 周围的石块 都被这响声 给震得粉粉碎 啊 他奶奶的 老子我去你 夜叙连话都不及说完 就已经被神中残片传来的语音 给震得蹊跷流血 晕死过去 这大眼神中 乃是明河教的镇教之宝 虽然同样是镇教级武宝 但他的威能 却远比普通镇教级武宝 要更为强大 已经被明河教主 祭练到四十一重了 镇教级武宝也分三六九等 这口大眼神中 便是其中最为顶尖的宝物 即便破碎了 其威能也比普通镇教级武宝 还要更厉害 否则也不可能 一下就把夜叙给震晕了 一时间 夜叙身处的这片荒漠 方圆十余里 了无人烟 就只剩下他一人 过了几天 大眼神中的余韵 这才逐渐平息 夜叙的神志 也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就是脑袋 还有些发木 一头修炼成形的大妖 驾驭妖气 在大漠中飞速奔驰 这是一头修炼到 昊月期的大妖 他目睹了大眼神中破碎 其中最大的一块碎片 掉落在附近 他守在周围多石 所图的就是这块残片 这头大妖 尸头人身 身形速度非常快 他远远望去 就见一个少年 跌坐在神中残片上 暮暮呆呆 似乎已经被神中 给震得吃傻了 这头大妖冷笑一声 直向那少年扑去 和我尸颜瓶争碎片 死路一条 他周身腰气滚滚 脑袋一晃 变作一个战车大小的狮子头 张口咆哮 向少年咬去 就听当的一声 那少年坐在原地 都没起身 而是抽出了一根 长达两仗的金杖 狠狠敲在神中残片上 红中大铝般的声波 四下激荡 这头大妖还未靠近 脑袋就拨的一声炸开 横须荒漠了 这飞来横祸 还是飞来横浮啊 叶絮收起盘龙金杖 晃着脑袋 此时他耳朵里嗡嗡作响 啥也听不见 这破东西真把我折腾得不轻啊 这块神中残片 在叶絮身边 足足响了两天两夜 把他震得是死去活来 刚刚醒来又被震晕 晕过去又能疼醒 若非叶絮修炼的九转员工 而且又有御楼不断帮他修复身体损伤 此刻只怕早就化作飞灰了 叶絮休息了很久 这才亮亮呛呛地爬起来 这块神中残片足足响了两天呢 把他的身体给震得千疮百孔 真是比沙暴还厉害 尽管有御楼不断帮他修补身体损伤 但此时他的伤势还是极其严重的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给予这神中残片呢 此地不宜久留 他勉强祭出御楼 以自身修为将神中残片拉入御楼中 随后晃动千古宝床 两只金蚕出现在脚下 再起夜叙向远方飞去 他的身体摇摇晃晃 似乎随时都可能从金蚕上掉落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 独播天下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翟珠 由追马 狐狸等主播联合播讲 欢迎订阅 第138章 盘龙金杖 好沉的水 夜叙刚刚触及这道水流 便感觉头顶仿佛有座山压了下来 蓝色大旗激发的水流极其沉重 一滴水便有树金之重 这道水流便是一座山 似乎要将夜叙压垮 压它压成肉泥 夜叙并不知道 这种水并非是普通的水 而是重水 比金铁还要沉重数百倍 水流倒灌而下 夜叙难以承受 头顶当即浮现玉楼 如鲸吞长虹般 将这道水流吸入到玉楼的空间里 我看你往哪逃 夜叙长盛而起 伸出大手 向那面蓝旗抓去 元旗在空中形成了一个 方圆仗鱼的巨型手掌 如同蓝鲸锁住 大气磅礴 这面蓝旗再次卷动 将夜叙的元旗大手搅得粉碎 旗面突然烈烈展开 约有方圆母血 直接将夜叙卷住 用力勒紧 夜叙顿时感觉呼吸困难 甚至能听到自己的骨骼 被勒得磕磕作响 这面大旗尽管受损 但威能还是超乎他的想象 一个照面便将夜叙困住 这大旗还真的娘娘狡猾 夜叙怒吓一声 御楼中云雀剑呼啸而出 叮当作响间 尸的一声 在旗面上刺破一个洞 这把云雀剑 已经几乎快被淬炼为巫宝了 又是以风瑞取胜 加上蓝色大旗早已受损 威能大减 这才被云雀剑刺破 这面大旗当即裹着夜叙 四下冲撞乱飞 只听得嗤嗤声不断 蓝色大旗瞬间便被刺得千疮百孔 他再也忍受不住 将夜叙丢下 呼啸着逃离而去 好险啊 夜叙落地 就感觉四肢百骸疼痛欲裂 心有余悸 那面蓝旗只是一件受损的巫宝 便险些将它绞死 夜叙的心中暗道 这铜颅骨其他的巫宝 比那蓝旗只强不弱 看来以我目前的实力 享受巫宝并没有足够的把握 还是得先服下诸国 炼化药力 修为提升之后 再来收取巫宝 夜叙现在已经动了离开之意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夜叙发现距离它百米开外的地方 约有数百件乌兵正在上下翻飞 他们纷纷向一件事物撞去 场面很是热闹 其中甚至有已经成型的乌宝 也在向那件东西撞去 发出东东巨响 火光四射 这些乌兵多数已被撞得有些残缺了 甚至连其中几件乌宝 也是破破烂烂 游子如眉头苍蝇一般 继续拼命撞击 夜叙心中诧异 仔细打量 就见那数百件乌兵乌宝的中心 矗立着一根长约仗鱼的金柱 金光灿灿 笔直如杖 那根金柱约有顽口粗细 已经渐渐成型 被其他的乌兵乌宝 雕琢成了两条蛟龙的形状 细长的身躯一节节盘在一起 而玉柱顶端却是两颗蛟龙之手 猙獰凶恶互相对视 这是一根盘龙金杖 美轮美奂中又带着磅礴的杀气 已经快要炼成乌宝 是在借助其他的乌兵乌宝 来淬炼自己的胸威 就听争的一声 一箭大硬凌空飞来 向下压去 顿时压碎了不知多少乌兵 其他的乌兵乌宝仿佛受到惊吓 四下飞起 就剩那根盘龙金杖 物质树立在鼓中 那面大硬轰然一声 向金杖撞去 就听咣当一声巨响 金杖依旧树立在原地 而那面大硬则被撞坏一脚 滴溜溜旋转着 向远处飞去 金杖震动 嗡嗡作响 似乎要飞入天空 但是他的重量极其惊人 重得连他自己都没法飞起来 他只是一件半成品物宝 还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威能 这根盘龙杖 通体是狼牙金玉锻造而成的 叶絮对照九州地理质 顿时心中激动万分 狼牙金玉是介于金和玉之间的宝物 与万年玄铜是一个档次 质地与价值游在万年玄铜之上 是万年玄铁中的顶尖宝物 叶絮那口鸳鸯龙凤顶中 只是掺了一两重的万年玄铜 便坚固无比 而这根盘龙金杖 则是全部由狼牙金玉打造 不说其威力如何了 单就其价值便已远远超过 铜鲁骨中其他的物宝 叶絮大步上前 肆无忌惮地向盘龙金杖走去 这根物宝还没彻底成形 无法飞行 种种威能也都没法发挥出来 叶絮来到镜前 伸手抓住了盘龙金杖 他单手用力 竟然没将这根金杖提起来 不由得微微一争 叶絮自从修炼九转元功 修为还没到先天境界时 便能扛起万金巨石 修炼到先天霸体之后 力量更是倍增 如今他的九转元功 已经修炼到了第五重 力量比之前大了不知多少倍 就算是七八万斤的东西 也能单手拎起来 没想到这根金杖 居然会如此之重 叶絮长息口气 元气涌入手中 将这根金杖用力拔出 就见盘龙金杖的下面 有一个手柄 只有鸡蛋粗细 正能握在手中 叶絮握住杖柄 蛟龙之气涌入杖身 顿时两条恶胶就如同活过来一般 围绕杖身缓缓游动 叶絮的心中大喜 有这柄盘龙金杖 铜鸡谷中其他宝物都可以不要了 叶絮心满意足 大步向谷外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 只见一个十一二岁的黄一少年 突然闯入谷中 引得诸多乌冰向他杀去 哟 是个高手啊 叶絮眼前一亮 就见那黄一少年身发如虹 轻飘飘地在诸多乌冰中来回穿梭 毫发无伤 甚至连自己的御楼都没有寄出 便禁止奔入了铜颅谷的腹地中 那少年闯入铜颅谷腹地范围 头顶突然出现了一口大顶 一道道光雾垂落下来 护住周身 几件乌冰还没近身 便被大顶给撞得粉碎 叶絮注意到 少年头顶这口顶并非是实物 而是纯粹由元气观想而成的 这是一种极其上乘的乌法 种种符文浮现在大顶表面 足有数万种之多 复杂无比 古朴玄傲 仿佛蕴含着天地间的莫大道理 单单是这种威能 便无比强横 甚至比叶絮的蛟龙九姬 还要胜出不止一筹两筹了 这少年是什么人啊 看样子也就十一二岁啊 无法怎么会这么新奇强横 叶絮的心中震动 这黄衣少年年纪虽小 修为却是极为高深 荣原九品达到大日如伦的程度 距离真原七只是一步之遥 而且他的乌法威力 比之叶絮的青椒九姬 还要出色不知多少 威力几乎可以媲美普通乌宝 叶絮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程度的乌室 就听得大顶中嗡嗡声不断 少年头顶的元气大顶 不断震动 将涌来的乌兵通通震碎 而少年似乎对这些价值不菲的乌兵 根本就看不上眼 他直闯铜颅骨的中心位置 直接向那口古朴铜顶扑去 顿时惹来铜顶的剧烈反击 顶口燃起熊熊烈火 火焰滔天 将那少年淹没 铜顶中的火并非是反火 甚至连重水都能够直接蒸发 温度高得惊人 少年头顶那口元气大顶 与这口铜顶的款式符文截然不同 顶口传出强大引力 将大火通通地纳入顶中 随即就见一口口元气大顶 在少年头顶浮现 赫然有九口之多 那铜顶猛然向他撞去 却被少年的九顶拦住 铜顶将一口口元气大顶撞碎 一阵爆响之后 足足撞碎了七口之多 这才终于停下势头 而那黄一少年 也被撞飞出了数百米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红韵 旋即又恢复原状 显然被这口铜顶撞过 他也是极为不好受的 但是黄一少年 却丝毫不见慌乱 继续操纵剩下的两口元气大顶 就见这两口元气大顶 相继没入铜顶中 顿时就将这口古朴铜顶 给控制住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小说 独换天下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宅珠 由追马 狐狸等主播联合播讲 欢迎订阅 第187章 天魔禅音 齐连锋面色惶恐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他虚声道 以你的修为 怎么可能破开我的大眼神钟 击破我的防御 两只四尺精残 飞到齐连锋的身边 张开血盆大口 眼见便要将他吞入腹中 齐连锋脸色巨变 急忙高声喝道 你不能杀我 我那是鸣和教的人 你杀了我 就是得罪了鸣和教 吃不了都得走 叶絮冷笑道 哼 连下家人物都敢杀 如何不敢杀你 就听得嗤嗤两声 两只四尺精残 其中一只 向着齐连锋的头颅咬去 另一只 则是咬住他的双脚 用力一丝 将他整个人扯作两段 刺耳磨牙的声音传来 这两只蛊虫 几乎在一刹那的功夫 便将这个浩月期高手 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我在去罗浮岛的路上 便已经杀了一名浩月期的巫师 像你这种实力的人 死在我的手中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一个人居然也敢向我动手 叶絮头顶 千古宝床微微晃动 将两只精残收起 叶絮摇摇头 不知死活 他探出一只元气大手 禁止将齐连锋玉楼中 掉落的东西 通通收起 那口大眼神中 没了齐连锋真元的支撑 顿时缩小 变成铃铛大小 颇为袖真 叶絮将这口铜钟收起来 心中有些诧异 这口大眼神中 刚才挨他全力一击 竟然没被打碎 可见其质量 比普通污宝要好得多了 大眼神中 这件五宝还不错 哎呀 可惜齐连锋 根本没发挥出 这口中的多少威力啊 叶絮将齐连锋的收藏 打理了一下 从中寻到了 齐连锋所修炼的新法 是叫做 明和真解的一本真经 这本明和真解 讲的是修炼明和大法 采集幽明之气 修炼一些 污秽不堪的法门 其中就有大眼神中的 炼制方法 叶絮仔细读去 顿时知道 这大眼神中极为神妙 其中涉及到符文阵法 繁复无比 乃是上乘的污宝 这口中 攻防一体 需要的材料极多 齐连锋炼制时 只怕缺少了几种 最主要的材料 导致这大眼神中 威力大减 远远没有达到 这口中真正的威能 大眼之数 五十 齐用四十有九 这口大眼神中 共有四十九种威力 每提升一重 威力就翻倍 齐连锋连大眼神中的 胚膜还没炼成 只有第三重的威力 若将这口中彻底炼成 叶絮别说轻易 无法将它撞开了 只怕这口大中震动一次 就能让叶絮粉身碎骨 炼制大眼神功 需要的材料比我这新的威神阵图还多 更为关键的是 想将这口中炼成 竟然需要五行精气这种传说中的宝物 太变态了 叶絮摇摇头 五行精气这种宝物 不仅是罕见这么简单了 简直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 想将它彻底炼成 几乎是没可能的事 不过 若能将这口中提升几重威力 那威力倒也颇为可观了 叶舵主这杀人越祸的勾当 越来越熟练了 叶絮神情微动 把那口大眼神中收入御楼 抬头看去 就见一个头戴华官 身着紫袍的年轻男子 遇风而来 距离自己尚有一里多地 便停了下来 他头顶冲出了一条清澈河流 涓涓流淌 这条河是他的真元混沌 所演化出的河流 河流上方漂浮着一张五十弦情色 乃是一件雾宝 无人自弹 叮咚作响 音乐优美缥缈 颇为动人 叶絮的心中一灵 此人修为远比 齐连锋要更加出色 赫然是混缘期强者 这种高手和叶思道 已经是一个档次 实力极端强大 阁下是 叶絮仅声万分 朗声道 这名混缘期强者 实力要比浩月期强了十倍不止 不容叶絮不谨慎行事了 那紫袍青年微微一笑 天音宗 萧长青 奉宗主之命 下山来取叶舵主的首集 听说叶舵主练了一首好舞法 名叫青椒酒机 恰逢萧某对这门舞法也有所涉猎 还请叶舵主 指点一二 他头顶长河中 天魔琴突然蒸蒸作响 一根根琴弦 无人自弹 每争的一声 便有一条蛟龙怒吼扑出 天魔琴作响间 顿时铺天盖地都是蛟龙 袭袭向叶续冲去 前扑后继 遮天蔽日 这是天音宗 鹰沙宝剑中记载的巫法 天魔禅音 一张天魔琴可以演化世间种种无法 神妙异常 叶旭以往都是以青椒酒机迎敌 如今却被萧长青 以天魔禅音反制 化作漫天蛟龙 向他袭杀过来 萧兄在我面前玩青椒酒机 那就是扳门弄斧了 叶旭长笑一声 身后大日如轮的元气中 一条条蛟龙 密密麻麻地游动出来 比萧长青以天魔禅音演化的蛟龙 凶悍了不知多少倍 无数恶骄在空中捉对厮杀 叶旭得到青椒酒机真传 这门无法 已经被他修炼到绝顶境界 岂是萧长青所能比的 眨眼间 萧长青以天魔禅音演化出的蛟龙 便被叶旭的橙金色蛟龙给屠杀一空 叶旭震壁而起 脚踏四尺金蚕 呼啸着向萧长青扑去 他头顶数百条蛟龙气势汹汹 杀气惊天动地 这不仅仅是青椒的杀气 更多的是叶旭自身的杀气 叶旭杀人无算 早已养成一股令人心迹恐怖的气息 不动则已 移动必是石破天惊 萧长青伸手一招 武师前行 顿时落回手中 他挥手轻波 顿时情音大作 漫天蛟龙 骑骑手紧锻炼 叶舵主的青椒酒级的确厉害 萧某搬门弄斧 倒让舵主笑话了 萧长青盘膝坐下 叮叮咚咚的弹奏不绝 那些断裂的蛟龙之气 顿时仿佛被无形的刀剑切割 碎得不能再碎了 就听他笑道 宗主让萧某下山 不能空手而回啊 就让萧某弹奏一曲葬魂曲 宋叶舵主一成 他食指拂动琴弦 顿时漫天都是刀光剑影 一瞬间便扑到叶旭跟前 叶旭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我去 这人厉害啊 你齐连锋可强了不知多少倍了 这张天魔琴 居然还能使出大掩天剑术 叶旭心念一动 御楼顿时垂下光幕 护主周身 这些刀光剑影扑到镜前 居然穿过元气罩 让叶旭许料不及 统统斩在他的身上 叶旭被这一击 轰飞出了数里之眼 他浑身疼痛 低头看去 就见身上遍布着 大大小小的伤口 萧长青 天魔缠鹰的威力 远超他的想象 竟然能攻破九转原弓 让他受伤 叶旭元气运转 元气立刻从御楼中 带来勃勃生机 迅速修复身上的损伤 他身上大大小小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愈合结痂 疤痕脱落 叶多主 萧某这首藏魂曲 滋味如何呀 萧长青面带微笑 御风追来 手上不停 继续弹奏 叶多主能死在萧某手中 也算你的荣幸了 萧长青十指启动 秦英陡然化作一把小山状的锯锤 向叶旭头顶砸下 他居然换了一种武法 化作锯锤 要把叶旭当场锤杀 哼 你能让我受伤 还不错 叶旭新年龙 盘龙金杖出现在手中 就听当地一声 将锯锤鸡的粉碎 直逼萧长青而去 不过这张秦也就是让我受伤而已 还要不了我的命 叶旭双手持杖 抱贿一声 向徐长青狠狠砸去 金杖得到叶旭的元气滋养 两条蛟龙顿时围绕杖身 咯吱吱地转动起来 速度越来越快 突然里杖飞出 闪过重重幻影 伸展爪牙 向萧长青当头抓落 萧长青的脸色微变 终于不再那么轻松了 他长声而起 双手快速拨动琴弦 食指翻飞跳跃 青鹰越来越急 一道道天魔禅鹰 化作各种武法 刀枪剑戟 辅越勾插 十八班兵器 纷纷离弦飞出 轰击在两条金胶上 终于将两条金胶击退 就听刷的一声 两条金胶回到杖身 而与此同时 叶旭已经来到萧长青的跟前 他挥杖砸落 甚至连空气都被压得凝固住 不容萧长青躲避 萧长青无奈举起天魔情迎击 就听咚的一声 那砸下的仿佛不是金杖 而是一座大山 萧长青的琴弦 被叶许一杖 砸得纷纷崩断 就连琴面上 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 独播天下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翟珠 由追马 狐狸等主播 联合播讲 欢迎订阅 第188章 恶冠满盈 你的天魔禅音 就算能演化 世间一切无法 在我面前 也通通没用 也许再次手起杖落 冷笑道 你这张破琴 谈风弄月 附庸风雅就可以 杀人 就是个笑话 就听当地一声 肖长青再度举起天魔琴 应接一击 又是崩崩树响 琴弦再次崩断树根 震得他双手糊口炸裂 心中一阵肉疼 这天魔琴的琴弦 是用异兽 咆哮的大金炼之而成 咆哮极为难寻 大金更是无比坚韧 一根大金都能换来一件 普通的乌宝 他的咆哮大金 是来自于胎州 一处乌魂界 好不容易才弄到手 之后被他炼制成天魔琴 琴弦 实力大增 也让他在天音宗 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才会被天音宗主看中 收为清传弟子 没想到居然被叶婿 一下毁了十几根琴弦 你敢毁我的琴 你给我死 他怀抱天魔琴 五指翻飞 弹奏得更急 一道道天魔禅音 将叶婿击退 旋即长盛而起 紧随叶婿追去 天魔禅音源源不断 化作种种乌法 不断向叶婿轰击过去 这天音宗的乌法 颇为与众不同 借用乐器类的乌宝 来演化乌法 也是污道中的一诀 肖长青是天音宗 出类拔萃的人物 对敌时向来都是云淡风轻 往往是弹指尖 就让对手灰飞烟灭 极为风雅 不料在叶婿手中 却是连连受困 险些连天魔情都被毁了 他心中大恨 再也顾不得什么风度 什么韵律 把一首葬魂曲 弹得乱七八糟 严重走掉 如果此时有其他的天音宗弟子在此 听他弹成这样 必定是大昼眉头 肖天青也是无可奈何 如今他的五十琴弦断了十几根 颇不顺手 情音断断续续 哪还能将造魂曲 完整地弹奏出来呢 夜续徽杖 左之右挡 将种种扑面而来的 乌法一一击碎 他心念一动 两只四尺金蚕 向肖天青飞去 顿时也被天魔缠音击飞 四尺金蚕对于肖长青来说 只怕没什么威慑力 他的天魔缠音正是蛊虫的克星 夜续急忙收回金蚕 随后迎面而上 挥杖砸下 肖长青无奈 只能再次举情应接 顿时情弦再度崩断 不由得心中低血 脸色铁青 我的琴 小兄 你省点力气吧 等着叫我的命吧 夜续大笑起来 盘龙金帐如同雨点般落下 当当当爆响不绝 眨眼间就将所有琴弦尽数回去 甚至连这大琴面 也被砸得坑坑洼洼 破烂不堪了 我的天魔精 肖长青心如刀割 夜续再度挥杖 无数杖影落下 砸得方圆百米的空气 都在剧烈跳动 他修炼九转圆弓 肉身力量之大 几乎就是一头上股异肿的妖兽 再加上这无比沉重的盘龙金帐 一击之下 连普通乌宝都能砸得粉碎 夜续这一击使出了所有力气 打算将肖长青 连人代宝 通通砸碎 盘龙金帐还未落下 突然一张阵图 出现在夜续头顶 呼的一声 将夜续笼罩在阵图中 顿时无穷剑气刺来 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剑气刺破他的肉身 一瞬间夜续鲜血淋漓 是七杀公的高手 九转员工疯狂运转 夜续拼命抵挡着剑气的侵袭 剑长青剑夜续突然被收入一张阵图 总算松了口气 抬头看去 就见一名身穿青袍的青年巫使 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不远处 他轻身手掌 那张阵图顿时刷的一声 末路掌心 变成了一只诡异的眼睛 不时眨动 七杀心力弥漫 从那只眼中不断地溢出 原来是七杀公的薛松师兄啊 师兄 你趁小弟与夜绍宝恶战 出手偷袭 只怕不是这么光明磊落吧 肖长青露出了谨慎低防之色 这名年轻巫使 名叫薛松 乃是七杀公年轻一代中 最出色的高手 和他一样 年纪轻轻便修炼到了混元期 是七杀公竞争下任公主的强力人选 薛松傲然一笑 哼 光明磊落 萧兄现在乌宝被毁 两手空空 真可谓是光明磊落 萧兄不要忘了 如果不是在下出手 你此刻已经是个死人了 他也是为七杀公主 韩东阳派来猎杀叶续的 此刻终于得手 心中颇感快慰 听说许多门派的宗门教主 都派出得意弟子 打算杀了叶绍宝 用他的人头来换取 夏家的赏金 萧长青逼我先到一步 却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小子最终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 想到夏家开出的赏金 乃是一件镇教级乌宝 薛松的心中便是一阵滚烫 镇教级乌宝何等罕见呢 便是七杀公也只有一件 而且掌握在韩东阳的手里 只要能获得镇教级乌宝 他便同阶无敌 可以横扫任何混元期的乌室 甚至于单顶期的强者 也能白白万子 此次夏家颁布朱沙令 不知有多少乌室前来云门山 猎杀叶续 其中实力最高的 便是各个门派的精英弟子 至于其他散修 那不过都是一群跳梁小丑 乌合之众 根本不被这些名门弟子 放在眼里 此次猎杀叶续 对于这些精英弟子来说 是一场难得的历练 如果谁能获得叶续的人头 便极有可能会成为 所在门派的接班人 突然薛松右手剧烈抖动 七杀新镇图 竟然从他的劳工穴中 跳了出来 刷的一声展开 只见镇图中 探出一双枯瘦大手 轻轻站出 发出嘣嘣的声响 用力的撕扯阵图 薛师兄 要不要帮忙啊 萧长青见状呵呵笑道 薛松脸色铁青 突然头顶浮现出一道 纯粹由七杀新力组成的长河 七杀新斗阵图 飘入长河中镇压 他冷笑道 哼 用不着你出手 一个容缘期的小巫师 以我的实力还镇压不住 真是笑话 可惜薛松的话音未落 突然就听痴的一声 他的七杀新斗阵图 竟然被那双枯瘦大手撕裂 夜叙脱胜而出 手持盘龙金杖 狠狠向镇图砸去 扑驰一声 两条金交拖杖飞出 将这七杀新斗镇图洞穿 留下两个明晃晃的窟窿 我的镇图 薛松的心如刀割 他叫道 萧长青见状颇感快慰 他的天魔琴也遭夜叙破坏 真是要多心疼有多心疼 此刻见到有人 落得和自己一般下场 反倒觉得有些快意了 萧兄 现在你可以和我 联手镇压他了吧 萧长青呵呵笑着 薛松心疼的脸上肌肉乱跳 恶狠狠地点点头 力声道 这小子毁我镇脱 不杀他难消我心头之恨 却在此时 突然一个清朗的笑声 远远传来 若是猎杀叶老摩 送我亡语一份 就见一条血红色长河 横贯长空 一个身穿血袍的年轻男子 背负双手 缓缓走来 他死死盯住叶絮 呵呵笑道 叶舵主杀了我家少保主罗修 对王某来说倒是一件喜事 少保主一日不死 我便一日无缘 问顶保主之位 叶舵主 你好人做到底 索性成全了我 用你的人头 来让我成为 下任血神宝的保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感谢继续 伡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